上帝 上帝两次许可人试他 这是全本圣经唯一的 旧悠一处 信悠一处的例外 什么意思呢 你不可试探有法的 你不可试探上帝 因为上帝不被试探 也不试探人 但是上帝在旧悠说 你试试我 在信悠说 你试试我 一共两次 旧悠的试是什么呢 你把十分之一给我 以此试试我 会不会把天窗开起来 风风复复给你 这是神许可人试他的 旧悠唯一的意思 信悠唯一的意思 是说你要试那灵 是从上帝来的 或者是世界上苗亡的灵 所以灵恩派 不要人试他的灵 你就接受好了 不要不信 我告诉你 这是违背圣经 因为上帝说你要试 是真的灵 不是真的灵 是不是信基督 道场肉身来的 你不可以客气 你不可以惧怕 因为神吩咐你要试 在信悠里面 唯一许可人试上帝的 就是你是那个灵 是不是上帝来的 如果试你接受 可以试的 因为圣经讲 旧悠里面唯一的一次试 你以十分之一来试试看 感谢上帝